各位關注我們癌症新觀點醫學教育頻道的朋友們好朋友們大家好 今天是我們今天新開設的一個節目單元叫華陀在線論壇 既然今天是開第一次這個單元的第一次首播 我們就來談華陀在線華陀在線 談癌症新療法精準醫療的誕生 今天其實是播出的時間相當特殊是12月12號 如果喜歡購物的網友們就知道今天是一個特殊的節日 麻煩各位在聽完直播後可以去各位心儀的網站上面 去下單買心儀想要的東西 這時候買東西是相對的比較便宜的 甚至連運費可能是免運費的 這邊就是幫別的業主做所謂的工商服務 在工商服務完了以後我們就進入到今天的正題 今天的正題先從防疫與檢測來談今天的精準醫療 我們在東漢末年其實大家都知道東漢末年是一個三國群雄併起的時代 在群雄併起之前其實會有一個歷史事件讓這個群雄併起 當時中原地區出現了一個重大的文藝 當時這個重大的文藝造成了一個現象 在恐怖的形象我們可能現在想像不到 看看古書怎麼記載我們來想像 當時就是歷史上有描述說 白骨入於野千里無積民 就是說到處都是死人 死到這些人都沒人埋葬 所以到處都是白骨頭 死人的骨頭在這個鄉野林裡暴露 那因為古時候沒有手錶 所以他們都必須要靠積在鳴教才知道是早上 但是因為沒有人了所以當時也沒人養積 所以千里都聽不到積民 所以當時人根本不知道什麼是白天 現在到底是不是早上起 是不是太陽升起 是不是早上的情況 所以這是當時的一個很悲慘的狀況 根據後世史學家的統計 當時在那場瘟疫死亡的人數 恰恰好跟我們台灣的人數 差不多有兩千萬人因為這個重大的瘟疫而死掉 也因為這個重大的瘟疫 亂世就出現了群雄併起出現了三國時代 也就是眾人所知道三國演義三國治的行星 2020年也跟當時的東漢末年非常像 我們也是遇到一個瘟疫 這個瘟疫其實死亡的人數 可能也不輸於當時的人 目前根據2020年光棍節之前的統計 全世界因為新冠肺炎而死亡人數有128萬的人了 所以我們現在醫藥科技這麼激動 現在還有這麼多人死於這個新冠肺炎這個大瘟疫 亂世出英雄 但我們現在在這個大瘟疫這個亂世也出了英雄 防疫當然出了很多英雄 包括我們的阿中部長 我們的尚存指揮官等等 甚至我們這個行政院的這個政務委員 也是個非常聰明的政務委員 天才級的政務委員也是我們防疫的英雄 但是各位手機前的電腦前的人也是英雄 因為沒有我們配合政府的這個防疫政策 沒有我們好好的戴口罩 好好的重視這個社交禮儀 以防疫的一些規則 我們台灣的疫情也不會控制得這麼好 剛才講的就是一些三國的歷史背景 三國歷史背景中間除了出了一些英雄人物 一些很有名的武將很有名的軍師 我們三國時代也出了一位名醫 一位神醫 這位神醫叫什麼名字呢 大家可能稍微想想三國時代 到底有哪一個醫生特別的有名 絕對不是扁鶴也不是張仲基 那就是我們大家眾所周知的華陀 華陀為什麼會被稱為神醫呢 因為華陀做了一個很神奇的事情 華陀做了什麼神奇的事情呢 很可能有人說華陀幫這個人做過一個醫療行為 大概應該就知道是什麼故事了吧 華陀幫官公刮骨療傷 所以變為名醫 如果熟悉歷史的人 研究歷史的人就知道 華陀跟官公其實八甘子是不會碰到面的 所以華陀不可能幫官公刮骨療傷 這是事後在三國演藝中間 羅冠中所杜撰的一個故事 事歷史上並沒有華陀幫官公刮骨療傷 但是華陀成為神醫的事情是真的 不是後世小說寫著這些作者所杜撰出來 所以華陀到底為什麼會變成神醫呢 可能大家不要只有想這個答案 到底是什麼答案呢 如果大家想不到 讓我今天來告訴各位 華陀話說有一天 華陀剛好有兩位高官來跟他求診 這個有一個高官長得胖胖的 叫做迷勳 有一個高官叫李廷 這兩個同時頭痛發燒 病痛的症狀完全不一樣 這兩個高官因為是高官 所以高官生病都會去找免醫去看 華陀為什麼會成為免醫 就從等一下故事就會見分享 這兩個人都是頭痛發燒 一般的醫生頭痛發燒就給感冒藥 同樣的藥物 這兩個人都給同樣藥物就好啦 幹嘛想這麼多 華陀就是跟別的醫生不一樣 華陀認為胖胖的這位迷勳長官 他的病因是因為外食症 所以他應該要吃瀉藥來治療頭痛發燒 李延這個醫生 這個黨官的病因是因為內食症 他應該用發汗虛病的方式 有醫生就對兩種不同療法 使用在同一個病症 提出一個疑問 他說同樣的疾病 應該用同樣的藥物去治療 你怎麼用不同樣的方法呢 結果華陀就不管他們 結果答案分享 隔天早上兩個人同時吃了華陀一樣 吃了華陀藥一天後 兩個人頭吃病都好了 大病都好了 都可以起床下床走路 非常的好 所以後世就覺得說 華陀真的比其他醫生厲害很多 因為華陀懂得對症下藥 當然就很容易妙手回春了 所以後世認為說 華陀是歷史上 醫學史上第一個 同病抑制的第一人 有時候把同樣的疾病 分成分門分成的 分類的一個做治療 是一個同病抑制的第一人 後世之後說 只要醫療精準 用藥如神的醫者 就成為神醫 所以你可以看到 非常醫術精湛 非常多的醫術精湛的醫者 就有被他的辦公室或他的診間 都高掛的一個扁額 叫做華陀在世 當我們離患癌症病的人 旁觀無助之境 可否有神醫呢? 基本上這是每個癌症病人 在罹患癌症的一個想法 這不是只有乳癌 肺癌、大腸癌 每個人都是這樣想 所以今天開闢華陀在世 是來跟各位介紹 這位神醫嗎? 這位神醫難道就是 現在在講課的這一位嗎? 答案不是的 我來跟各位就是 今天我們對癌症治療 我們已經找不到三國的華陀了 它已經存在我們的歷史大中 我們目前還是真的有一個醫療的方式 真的是華陀在世 它就是所謂的精準醫療 治癌觀念其實與時際際 就好像我們對於一些事情的看法 也會與時際際 我們過去治癌的方式就是 所謂的one size fits all 就是每一個人都用同樣 每一個人得了同一個疾病 都用同一套方法去治療 第一先用什麼 第二先用什麼 就好像剛才華陀遇到的 那兩位病人的方法 一般的醫生就是用同病同治 結果像這樣 結果同病同治會有什麼結果 結果有人治療上就不合他的身材 結果有一些褲子太大 穿起來空空垮垮 穿起來不好看的心形 所以目前這種同病同治後果 就會產生什麼原因 一個就是治療便沒效 副作用一大堆 或者是治療有效有副作用等等 這些不同的後果 所以同病同治其實是相對有一些 有一些很大的風險 所以治癌的觀念與時際際 我們不再用所謂的解剖形態 不再認為說同病 每一種叫做癌症 每某某癌症的情況下 都是同一種疾病 每一個癌症 其實每一個癌症當中的 每一個病人的狀況或許不一樣 我們應該要做一些分層的治療 把每個癌症病人經過基因的一個概念 把這些病人做所謂的分層 因為癌症本身是一個基因的疾病 經過基因的檢測 由基因的變異 來對病人做所謂的分層分類的治療 所以我們用一些病理的分析 過去用一些病理的分析 可以把病患做所謂的分流 但是要分流的方式 或許是一個方式 但是因為每個人的狀況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我們經過所謂的病理分型 以後我們可以把一些癌症做所謂的分析 比如說乳癌 可以做一些分析 在這樣的分析似乎夠大位 但是在目前的時代來說 還是沒有完全大位 因為在這個分析當中 在每個分型的病人 還是有一些不一樣的基因的變異 舉例來說 當我們基因分析以後 乳癌病人基因分析的時候 有些病人是荷爾蒙受體陽性 我們就給他抗荷爾蒙癌 有些人是喝吐陽性 我們就給他用抗喝吐的標牌 但是如果不是這兩個群的病人 就倒楣了 就什麼都沒得用 只剩下化療這種傳統的治療可以用 那不是很倒楣嗎 所以我們知道說 基因的變異會導致癌症的發生 所以我們似乎可以 而且每個人的基因的變異 可能是因為內在突變跟外在的環境 跟一些生活方式的交互作用 產生一個總體的基因突變的 一個累積的方式所產生的 所以一樣你養白種人 白種人 其實每個癌症的病人的基因變異 一定是不太一樣 每個分型下面的癌症病人的基因的變異 也會不一樣 所以我們是不是應該把這些變異的情形 做所謂的分析 能夠得到更精確的分型呢 這是一個值得去思考的方式 但是如果我們仔細看看過去的研究 比如說你把乳癌分型的病人 比如說這是喝吐陽性的乳癌病人的病人 你看他的基因的變異情形 就有這麼複雜 真的是荷爾摩收尾陽性病人 這是一個分子分型下的病人 你看他的基因的變異性也是非常的廣泛 非常的不一樣 所以每一種分子亞型下的病人 其實每一種同樣分子亞型的病人 他的癌症基因的變異都很複雜 病人的範圍也非常廣泛 所以造成治療的成績會是非常的窘異 所以我們在2005年 在歐巴馬總統提出了精準醫療時代以後 我們似乎應該靠一個精準的一些醫療的分析方式 來指導我們對這些基因變異複雜的情況下 指出一個治療指導的方向 這種大範圍與訊快速較親民的基因檢測 可以幫助我們不要再用one sense fits all 我們可以幫每一個癌症的病人 量身材質做一個量身材質的一個個體化治療 要怎麼做到這種個體化治療 一定要把這個基因變異的情形做妥善的分析 才有辦法知道你的胸三圍到底是怎麼樣 知道你喜歡什麼樣的顏色 會比較適合你的穿著 才是說適合你的身材 適合你的喜愛 適合你的場合所需要的一個醫療 這樣的治療才會是比較適合你的 就好像是核酸檢測對無症狀COVID-19的病人 才有辦法讓這些無症狀COVID-19的代言者無所遁起 所以目前對癌症病人的治療來講 還是要經過一些基因檢測的一個方式 才能夠讓這些癌症病人的這個治療資訊得到比較充分 也才有辦法讓我們的治療得到更多的一些方向更多的資訊 這好像是我們剛剛講的COVID-19可以經過核酸檢測 可以讓這些COVID-19的代言者不會進入到我們的社區 不會讓我們被感染 相對來說精準醫療似乎也可能讓癌症的治療進展 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 甚至有一定程度的機會 會得到一些更好的治療的一些成果 最後我們應該就是 台幣這個單元就是希望說我們司法 華佗的古形神 讓對於癌症病人我們應該是要精準分類 同病抑制、疫病同治 來讓我們的病人能夠得到更好的一個醫療的治療方向 今天節目就到此結束 歡迎各位有興趣 更多議題更多資訊的人 可以掃我們官方的QR Code 來搜尋我們相關的一些資訊 然後讓給我們一些多多的支持 跟多多的鼓勵 謝謝各位 喜歡本頻道的朋友 別忘記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更多癌症治療新知 請掃描畫面上的QR Code 您的支持與鼓勵是我們持續進步的動力